瓜哥 瓜哥 熊妮來 熊妮怎麼沒來 熊妮 熊妮怎麼沒來 你來 好 瓜哥 瓜哥的時間本來 不是說那個遊玩節目 給你來嗎 因為家裡有一點事 明天有一場 非常重要的告別事 熊妮好像 最近有被偷拍到喔 就是桃花開了 58屆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 得獎的是 最強綜藝秀 好 這個節目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真的每一天都在背瓜哥嘛 宣布是最強綜藝秀得獎 我整個眼淚流不住 然後就馬上重量去爆瓜哥 因為我覺得一路上 我們在這個節目的付出 真的是蠻辛苦的 尤其是瓜哥 他每 我們每個禮拜的錄影 然後我們至少開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講這個話 你麥克風要湊上來 對 怎麼不再講一個 講到重點 要湊上來 重點啊 每個禮拜都被瓜哥罵 其實罵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瓜哥要求完美 一個成功的因素 當然是很多啊 為什麼會有最佳導演 最佳剪接 最佳配音 最佳的製作 全部集合在一起 才會呈現一個完美的節目 沒有一個節目是屬於個人功勞 包括今天本來 不是說那個酒玩 幾個禮拜 因為家裡有一點事 明天有一場非常重要的告別式 但是我不便在這邊說 給大家聽到 好 這個其他的就不多說了 謝謝 他贏獎器 兄你好像最近有被偷拍到喔 是不是桃花開了 我覺得我都就是保持著 交友的空間這樣 也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空間 謝謝 我當時你顧色一下就真的 很像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桃花現在有覺得身旁還有狗仔在盯你嗎 我從來都不像狗仔 我從來都沒有 我正常出奇 我幹嘛怕狗仔 跟那個老蕭 前兩天講一句話 他們都想說一句話 你說壞什麼 沒有沒有 我沒聽過 有一定不會隱瞞大家 你不會隱瞞大家 你看她 你應該去 你不會《你人的迷惑》 你不是說